在网上喜欢你骂人的人 喜欢你点评的人 喜欢胡说八道的人 这种人在现实中是没有身份 没有地位 没有收入 人为言轻 那个我一个问题想不通啊 啊说吧 是你平时对员工也挺好的 然后卖酒也挺便宜的 对酒也挺好 为什么那么多黑本骂你 我真的想不通 有两个原因哈 在那边 第一个 自媒体做酒了 他就有黑本 不管你怎么做人 随便怎么做 做得再好 他都有一部分黑本 也就是说不会让所有人满意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们以前做鉴定的 帮很多酒有 挽回了很多省市 加酒 对吧 那我们就会得罪 很多卖加酒的一些人 不过心中有得罪对他 他肯定是你的黑本 另外还有一个 我们的酒有卖的便宜 对吧 什么五来烟 九百五九百六啊 有的跟什么人家一样 还有事要亏一点 会得罪了很多线下实体的同行 有人坏心有人愁嘛 你卖的便宜了 或者我们的酒卖的好了 就会影响其他同行的生意 有嫉妒之心 有嫉妒之心 他说会骂你 这是另外一个事情 还有第三个原因哈 就是啥原因呢 就这个人呢 在网上喜欢你骂人的人 喜欢你点评的人 喜欢胡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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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稻之父 对吧 我们中国人吃米饭吃饱了肚子 都是爷爷爷发明了这个杂交水稻 每个人都吃得那么饱 吃得那么好 过上了幸福生活 爷爷爷一没当官 二没有发财 他为什么买一个什么手机也要被喷 开一个吉利 开一个奇遇汽车也要被喷 最后爷爷爷去世了 还是要被喷 我们政府对这种喷子 对爷爷爷的这种喷子 还要抓起来关起来 还是要喷 发生这感 也就是说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不要管别人 我们做好自己 问心无愧 把事情做好 对得起我们自己的亲人 对得起我们的朋友 对得起我们的酒友 就对了 不理会他 做好自己 不管